把前面所有的點畫 把前面一點點再扭轉這麼一點點 前面七筆下扭轉這一點點都要做 每個地方點畫 不要因為它是形書 就用草率的方式來寫 形只是有形的意思 並不是草率的意思 很多人都把形書寫成很草率 它那個草率就是形書 這個差太多了 把每個地方都寫得很精緻 中間這裡比較重 這個點是稍微側開一點 帶上來這裡開一點 再往下寫下一個字 黃 黃 粗 黃大粗小 那小的話你就真的寫小 它這邊寫得非常的輕盈 其實並不好寫 但是你必須用楷書用筆尖 想辦法把它寫出它要的樣子 上面大 下面小 粗 三是扁 你可以發現 楷書的時候不太講這個 可在形書的時候 這些寬敞扁 前面一點點滑動過來 扁的效果 就是要讓它出來 它既然扁 你就讓它扁嘛 黏 黏是長的 那你就要想辦法讓它變長 因為它上下堆疊 好 你就看一下 變長 其他點 有點寬 這一次拉長 帶上去 從這邊來 剛才講說這個字是長的 所以這數字可以拉長 那這樣就產生一個三字扁 你也是長的 對比效果 魚 魚 魚是寬的 而且有點上 這向屋頂 拉開了以後 所以這個字是 開的 那中間這裡 這些 硬帶的細絲 一定要想辦法寫出來 沒有這些細絲 就有時候不太像形書 這些硬帶 一點點細絲要做得很準確 這開一個 草 草的話就覺得它寫的方 然後略重 比上一個字 略重 所以你要按壓 略重 你要按壓 雖然說它中間的縫隙很小啊 那沒關係 因為它 靠得很近 所以這字發覺 它十分的緊密 跟剛才的魚比較鬆的樣子不太一樣 而且它寫的比較方正 接近正方形 右邊稍微越稍微下降 歪出去再歪回來 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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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寫的比較硬挺 點 然後這個 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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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硬的 硬挺的感覺 然後中間當然是收攏 那古代的筋 中間還有一盒 現在的筋中間不用寫 這一盒 古代有啊 這個再拉開 這邊收緊 順勢這兩個撇點 再拉開的動作 濕 濕 濕又拉長的動作 濕 左邊 略高 右邊 略低 然後它這裡要準備做一個拉長的動作 這裡稍重了一點 加重 上來也要拉得非常的長 濕 環 環就寫的比較輕盈喔 所以這邊的用筆看起來比較輕盈 然後整個彈性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該方折還是方折 但是用筆看起來比較輕盈 再加上是挫字步 輕盈 往右下角 拉長 剛才是上下拉長 這是往右下角拉長 來看 記 記某種程度它寫的比較 扁了點喔 寬了點 扁了點 主要這是水的問題喔 它做得併起來就寫的 寬了點 好那記的話 這個中軸 本身的中弓還是收緊喔 這邊是中弓 雖然這邊空了一點 但是 那自己本身的中弓 是收得很緊 再拉長 然後這邊加點粗細彈性 不然這個是會略瘦了 這邊瘦記 但是略長 記 糯 糯就整體偏重 那你這個點的話就要比剛才那個計那三個 可有可無的水來比 它就重多了 好那這樣子才會有 差距喔 楷書比較不講這個 形書就是有這個差距 剛好這裡有三個鈉 就要小心它的長短是不一樣的 帳篷我在寫的時候一定會足以長短粗細跟拉粗細的角度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切下來是不齊的然後粗細也不一樣的 穿 剛才弱是重的 穿是輕的 輕盈的 差距要出來一個是重的一個是輕盈的而且小一點的 穿是偏扁的喔 偏扁然後比那個穿略重 我們在講那個 粗細輕重這一定要表現的跟唱歌一樣啊這裡大聲小聲見強見弱 不要覺得說要管他 強弱 唱歌如果沒有強弱怎麼聽寫字如果沒有粗細怎麼看 穿著扁了以後這個人就寫著寫 然後 左高 右低 撇短 納長 有 有 有的話下面正 上 上面方 下面窄 下面窄 把所有點話都做得很清楚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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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